除了极少数的战争狂人之外 所有人都盼着这场战争能够尽快的结束 但现在是看不到尽头 如果用这个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场上 中国跟日本的对抗形势的话 现在就属于大家战略相持吧 但这场仗打下来 打破了俄罗斯军事强国的神话 今天谁是世界第四军事强国 核武器只是用来叫嚣的 谁也不会真的把它拿出来 因为核武器一用 那就是双方共同毁灭 现在北约在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作战 问题是现在到底北约这些国家能扛多久 俄罗斯想通过战争达成 把乌克兰完全纳入它的版图 防止北约东扩 这是不可能了 即使乌克兰最终没有加入北约 但是美国跟乌克兰的这种军事合作关系 北约和乌克兰的这种军事合作关系 已经变成继承事实了 大家好 这里是彩票老虎 我是老票 我是老虎 乌克兰战争到现在看上去就没有尽头啊 一方面乌克兰在本国境内展开各种各样的反攻 但是反攻呢 并不像人们想象的 掌握了美国 北约和西方的先进武器之后 催枯拉朽 直接把俄罗斯军队赶走 没有出现像大家预想的这一幕 但是呢 有一个小的变化就是乌克兰 频频出动 无人机 无人舰去袭击俄罗斯本土和黑海舰队的目标 比如说前两天 乌克兰派无人机直接去到俄罗斯的首都 莫斯科 直到大本营 去袭击了政府办公设施 在公开新闻里看到的是袭击了某一个楼层 但是这个楼层是非常特别 有俄罗斯政府的办公机构在里面 就在那个楼层里面 这乌克兰的无人机也挺厉害的 对这个楼层的袭击非常准确 而且是连续第二次袭击 就是前一段时间袭击了下这个楼层 这两天又去袭击了一次 这种乌克兰的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袭击越来越多 显然是要把这个战争引向俄罗斯内部 乌克兰玩的先进技术玩的还挺好的 他派无人舰小型的无人舰在社交媒体上有这样的视频 一个很小的类似一个你们家孩子玩的几十倍大的一个遥控船 前面带着几百公斤的炸药直接冲向目标 这些小打小闹能不能根本的改变乌克兰战争的走向 现在看还是个问号 全世界都在关心的是这场战争到底怎样才能结束啊 我觉得很奇怪的是乌克兰竟然去袭击莫斯科 然后他不怕普京进行严厉的报复吗 第二个问题是说俄罗斯的防空力量这么拉垮吗 他S300 S400竟然连个无人机都拉不到 搞不懂理论上俄罗斯的军师防空力量不应该这么弱啊 哎呀普京的报复乌克兰担心不担心 乌克兰一点都不担心 因为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已经进入了乌克兰境内 各种手段全都用上了 除了核武器没用之外 他还能怎么报复啊 俄罗斯的军队已经深入乌克兰境内 这不已经是最最最最最最强烈的军事行动了吗 还能再报复到什么级别 至于说俄罗斯的防空系统 这次战争啊 让全世界人民看到了俄罗斯的军事力量 你认为是很强还是很弱 比大家原来想象的俄罗斯的军事能力是强还是弱 对比大家想象的要拉跨很多 也不能说弱 因为他的核武器这么多 不能说弱 就是拉跨 整体的作战能力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强 对嘛原来俄罗斯是地表第二强啊 紧随美国啊 整个北约都是为俄罗斯准备的 大家对于俄罗斯的军事力量想象的那是非常之强大呀 但这场仗打下来 打破了俄罗斯军事强国的神话 大家一看 还有二战时期的老坦克都能上战场呢 再一个打乌克兰 俄罗斯对乌克兰是有多么的了解呀 他们原来是同一个军事体系呀 然后又是邻国 以大打小 结果这场战争打到现在还被反击 你说俄罗斯的军事能力有多强 现在谁通过这场战争能够看多俄罗斯 都是在看空俄罗斯啊 这场战争还成就了美国侵略越南的时候 最终美国从越南撤军 撤军结束之后 越南号称世界第四军事大国 对 当时一群越南老兵 单兵作战经验非常丰富 从美国军队撤离的过程当中 拿到了很多美军的武器 在跟美军对抗的过程当中 得到了很多苏联和中国的军事援助 当时的越南拥有世界上顶级的武器装备 再加上他的刚刚从战场上撤下来 具有丰富一线战斗经验的军事人员 所以他号称世界第四军事强国也不过分吧 但今天谁是世界第四军事强国 乌克兰 在这次战争之前 乌克兰的军队就像老片说的非常拉垮 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一过来 乌克兰就被打垮了 但是乌克兰展示了二战时期苏联的顽强 同时又接受了大量的美国和北约的军事援助 但现在乌克兰的陆军和乌克兰的网络战部队 那是非常强的呀 你说在他们这两个军种排世界第四 绝对没问题 乌克兰的空军现在还不行啊 因为他一直要求F16 但美国和北约答应给他们 但实际上还没送到 乌克兰的飞行员现在正在欧洲和美国 秘密受训 等他们训练完成了 成军了 战场上打一打 才知道他世界地级 但是我觉得其实主要还是 北约在支持乌克兰嘛 我估计这种无人机系统的指挥系统 都是北约人员在做 只不过找不到证据 俄罗斯也没法说而已 没法指责北约参与了战争而已 哎呀咱们聊这些细致末节 其实最关心的是一个问题 这场战争到底怎样才能结束 如果战争不结束 乌克兰人民也是水深火热 俄罗斯人民过得也非常痛苦 全球粮食也短缺 石油价格天天涨 让我每天去加油的时候 看的那个油价心惊肉跳 除了极少数的战争狂人之外 所有人都盼着这场战争能够尽快的结束 但现在是看不到尽头 7月份北约的领导人在立陶宛 开了一个北约的峰会 讨论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 更重要的是达成了冷战结束之后 北约的第一个全面防御计划 他的这个计划就是针对俄罗斯的 全面防御俄罗斯 俄罗斯之所以采取了这个军事行动 他一直讲是北约在不断的东扩 东扩东扩东扩 一直东扩到了俄罗斯的边境 他为了防止这种东扩 他采取了现在在乌克兰领土上的 这个军事行动 但是这个军事行动 有没有达到俄罗斯既定的目标 现在看上去肯定是没有 以现在的战争态势走下去 俄罗斯还能实现它阻止 北约东扩的这个大目标吗 那肯定还是可以的 俄罗斯的核力量还是让美国放心嘛 所以我觉得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 输掉的可能性是很少 我的看法就跟老片不一样 核威慑就算再狂的战争狂人 嘴上可以叫嚣 但是叫嚣核武器的时候 没有任何竞争对手 会把他的叫嚣放在心上 因为每个人都知道 核武器只是用来叫嚣的 谁也不会真的把它拿出来 很难解 因为核武器一用那就是双方共同毁灭 双方共同毁灭的意思是什么 你死我也死大家一起死 有了核武器的这个特点 所以核武器是永远放在那了 除非是有人想自杀拿出来用 但今天的核武器在任何一个国家 即使是极权国家 它都会被层层控制 领导人丧心病狂 底下的执行人员也不会丧心病狂的 核武器没有任何人会用 除非是人类达成共识 咱们集体自杀 因为俄罗斯所面对的北约 美国所面对的中国 通通都有核武器 通通都有核打击能力 通通都有现代的核投送能力 所以你吓唬不倒任何人 当普京把俄罗斯的核武器 运到白俄罗斯 然后说我要在那部署 北约认真对待吗 表面上肯定是说 我们会重视这个威胁 但实际上他们的心里 会真的认为这是个威胁吗 他们心里很清楚 普京你就没这个胆量去用 就算你普京有这个胆量去用 你底下的将军 你的参谋 你的一线人员 也都不会去按那个按钮 因为那个东西一按 大家就知道 这叫地球自杀 而不是攻击敌人 战争不是这么玩的 不是以自杀作为目标的 这种是看什么样的国家 以俄罗斯的这种民族性格很难讲 如果他都要灭国了 有可能小范围的 在可控范围内使用核武器 完全有可能 如果俄罗斯真的在 乌克兰的战场上用战术核武器 那乌克兰就一定会把战术核武器 扔到俄罗斯的领土上 那就直接开启全球核武器大战 最终的结果就是自杀 所以战术核武器都不敢用 没人敢用 一线的指挥员绝对不会用 就算政客想用 现在北约在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作战 问题是现在到底北约这些国家能扛多久 因为跟俄罗斯继续战斗下去 其实北约这些西欧的国家 国内的这种民众已经开始反感俄乌战争 而且也开始反感大批量的援助乌克兰 我的感觉就不一样 可能因为我在加拿大的原因 在西方主流媒体上 在欧洲北美这些地方你看到的 确实有些人和有些声音在担忧 长期援助乌克兰 战争长期化所带来的经济负担 但是支援乌克兰 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 这是西方媒体的主流 而且是西方社会的共识 不能叫共识吧 应该叫政治正确吧 社会大众的一种主流的意见 他们认为这场战争的性质 就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 是公然的侵占另外一个国家合法拥有的领土 所以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持是没问题的 现在乌克兰是想加入北约 而且这场战争 俄罗斯没有快速的解决 这就使得最终的结果 乌克兰一定会加入北约 即使不是以北约正式成员国的这种身份 以这种形式加入 他可能会走出一种像拜登所讲的 美国和以色列的模式 美国跟以色列是一种特殊的关系 所有人都知道 美国跟以色列关系非常非常之好 但是美国跟以色列并没有一种军事联盟的机制 也没有那种协议 没有那种条约 但美国向以色列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军事装备和军事技术的输出 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美国向乌克兰到现在已经提供了价值几百亿美元的军事装备 而且给乌克兰的军事员去提供培训 当然更重要的是提供情报 他的这种做法已经非常接近在中东地区的美国跟以色列的合作方式 就是我跟你不是一种军事同盟 北约是一种军事同盟 北约的宪章里面规定很明确 北约的成员国被攻击之后 其他国家不需要本国的什么议会宣战 要自动参与战争就集体防御 美国跟以色列没有这样的军事联盟关系 但是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提供了千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帮助以色列去发展它的军事工业 也发展出很多像以色列最有名的是铁穷的防空系统 非常有效 这也是在美国的支持下开发出来的 现在美国在乌克兰走的就是这种合作模式 不管这场战争最终如何收场 只要乌克兰这个国家存在 美国和乌克兰的这种军事合作关系 现在已经是事实了 无法改变的事实 所以俄罗斯想通过战争达成 把乌克兰完全纳入它的版图 防止北约东扩 这是不可能了 即使乌克兰最终没有加入北约 但是美国跟乌克兰的这种军事合作关系 北约和乌克兰的这种军事合作关系 已经变成继承事实了 俄罗斯的边境已经基本上都是北约成员国 或者是跟北约关系密切的国家 对 我看北约领导人在立陶网 举行的北约峰会里边 谈到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 但是有一个前提是说 要在战争结束以后 才会同意乌克兰加入北约 那战争结束的前提 到底是说维持现在的一种边界划分呢 还是说俄罗斯全部退出 已经占领的乌克兰领土呢 这就很难讲 因为现在俄罗斯已经占领了 乌克兰的卢干斯克 东尼斯克 扎波罗热 二松四个地区嘛 那如果说这四个地区是乌克兰一定要拿回去的 目前战争的状态 俄罗斯已经从进攻变成了防御 而且在部分地区乌克兰还转入了进攻状态 如果用这个二次世界大战 中国战场上 中国跟日本的对抗形势的话 现在就属于大家战略相持嘛 乌克兰有一些小的反攻 然后俄罗斯已经没有进攻了 俄罗斯现在是在保卫它已经获得的乌克兰领土 继续占领更多乌克兰领土的势头 现在是看不到了 所以说是一种相持的阶段 对 毕竟乌克兰离俄罗斯这么近 所以我觉得如果北约没有直接参战 那俄罗斯最终战败的可能性很小 最多就是维持现状 什么叫战败 因为这场战争参与各方 各自有各自的目标 俄罗斯的目标是制止北约东扩 要从这个目标实现上来讲 它肯定是失败了 它不能制止北约的东扩 而且北约借助这场战争实现了事实的东扩 新加入两个会员国 这两个会员国是直接跟俄罗斯接壤 现在乌克兰跟北约和跟美国保持了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 而且这种关系一定会延续到战后 然后俄罗斯也不能消灭乌克兰这个国家 不能完全把乌克兰并入它的版图 现在看上去乌克兰这个国家一定还会继续存在 而且是一个完全亲北约 亲美国 亲西方的乌克兰 绝对不会是一个亲俄罗斯的乌克兰 所以你从俄罗斯这方来讲 它的战争目标已经没法实现了 它可能最终会占领乌克兰的四个州 扩大了它的领土 即使这四个州变成了俄罗斯的边境 那它这边接壤的是一个完全亲北约 亲美国 甚至是北约成员国的乌克兰 那它有在制止北约东扩吗 没有 它已经跟北约直接接触了 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讲 那四个州能不能收回来 这是一个问号 确实俄罗斯 它的人口比乌克兰要多 但现代的战争 跟以前战争形态不一样了 大量的无人机 无人舰 网络战 信息战 会不会新的战争形态 使得乌克兰这样的小国 和资源相对比较少的国家 能够战胜一个大国 大家拭目以待 对于北约来讲 对于美国来讲 这场战争消耗了俄罗斯 扩大了北约的势力范围 并且让北约这个已经挠死的组织 重新焕发青春 变成了现在世界上最powerful的 最强大的一个军事联盟 北约在这场战争当中 截止到目前肯定是胜利的一方 普京就认为 北约没有党量将乌克兰纳入其中 占领了四个州 实际上它战争最初的目的 肯定是没有达到 就是防止北约东扩嘛 但它占领了四个州 它觉得在国内可以有所交代了 它就可以坐到谈判桌上 去进行战后谈判了 体面的结束战争 我们希望这一天快点到来 给俄罗斯 给乌克兰 给世界人民 一个和平的环境 非常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谢谢大家 再见